相信大家对ESC这个字眼并不陌生 不仅常听也常看到ESC ESC就是一个当你车辆开始打滑时 在不慌张的前提下能控制车辆并修正 能将你从鬼门关救回性命的系统 也是一个你永远不想用到的安全配备 而早期的循迹控制系统TRC 主要是切断动力的输出 以防止车轮胎持续打滑 也让欧洲政府将其配备列入标准配备 ESC在内包括一系列的科技辅助如循迹系统 但主要是依靠城市控制车辆 以预防突发驾驶状况以及驾驶者的不小心 全部系统都经由ECU掌控 搭配一堆位置不同的感应器 并持续监视着车辆的动态 如车辆的转向角度 油门的深浅等等状况 换句话说 ESC从你启动引擎的那一刻起 ECU就不停地在计算 当系统侦测到轮胎打滑 就会介入以确保车辆动态 以维持车辆的稳定度 此外当系统侦测到你的转向角度 大过车辆的移动角度 系统就会介入内侧的刹车系统 借此同步方向盘和车辆的角度 另外当你在情急之下做出闪避的动作后 想要恢复车身的稳定时 有可能会过度的修正造成车辆开始打滑 此时ESC就会迅速介入并切断动力输出和启动的刹车系统 以让车辆保持在正确的方向 需要分清楚循迹系统TRC和车身动态系统ESC 它们是两种不同的系统 TRC主要是确保车辆在滑面的路况下 防止车胎打滑 而不会出现轮胎空转的情况 其实TRC的运作原理和ESC相同 但是TRC只需要监视车辆的速度 以及轮圈的旋转速度 只需同时进行两项计算 TRC只会针对负责 驱动的车轮 如果是后驱车只会监控后轮 如果是四轮驱动则会监控四轮 那么ESC应该长期开启或关闭吗 是个人而已 如果你是F1冠军车手汉米尔顿 那么你肯定可以将ESC关闭 否则你还是将它永远开启较为恰当 当然在某些情况下 关闭ESC确实可以帮助到你 如雪地等路况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